我當時是透光我在香港的生活 看到的東西再有靈感 正如為何用樹葉 因為我看到香港的一些發展 導致一些事物被淘汰 我叫梁樂希 這個藝術家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用了一些特別的媒介來做創作 都是一些因為社會發展 而被淘汰的一些媒介 例如樹葉 因為樹葉就是會因為城市發展 土地越來越少 樹葉就是一種會因為社會基建發展 而被淘汰的一個材料 其實為何會用白蘭樹的樹葉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街市 都會見一些婆婆用白蘭花 白色很香的那種 其實香港有三四種樹葉 是做到這種效果的 我選擇白蘭樹 因為我覺得白蘭樹 在香港普遍地都會有 它不單單在市區 郊區都會有 還有很多婆婆會拿它的花來賣 我覺得白蘭樹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特質 它本身是一種可以透過用鹹性的水 即是用蕃鹹浸煲水 它就可以把葉綠素脫掉 我把葉肉拆掉的時候 製作一些葉物 當一塊樹葉的時候 我刷一些 留一些葉子的時候 就會入不同的形狀 和形狀 當N塊樹葉平衡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幅畫 你腦裡要不斷想著 構圖是怎樣 每一幅作品 它是透過二三百塊樹葉平衡在一起的 你刷一塊樹葉的時候 你會遇上樹葉放在哪一個位置 而刷它 雖然這幅作品看上去 只不過是三四百塊樹葉 其實背後用的樹葉 可能已經是一千塊 有一半是用不著 或者有一半是 發覺不漂亮 其實樹葉是我第一個 做藝術的一個方式 其實樹葉我本身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由一開始是 使用紙外刀剪的 然後去拆掉葉肉 然後再到貼 之後再由黑色變白色 白色變黑色 這個日光轉變 我覺得有幾幅呢 是對力量零射有意義的 第一幅就是九龍城 看得多長 其實這是第一幅來的 我當時我以為樹葉會保持綠色 怎知原來樹葉會因為日照曬 而由綠色變淡黃 它會變白色 我就變成用了黑色底 然後透過日照曬 慢慢的作品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出到那個圖片 其實這幅是一幅中樓 樹葉會變色 所以我做這幅中樓的時候 我就要想一幅作品 用一個負面形式 即黑白負面的形式去創作 慢慢黏上去的時候 我就要保持著自己的腦裡想 我是要做它的反面 做它的反面 所以這幅作品 做完之後 第一天的時候 它是不知是甚麼形象 可能直到經過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之後 這幅作品才會慢慢浮出來 對我來說 做創作很多時候 就是說一些東西 Design for Good 它的Good的定義 其實是何謂Good呢 即是 是否要令到這件事變好 才是Good呢 其實你是感受 都是一個Good的定義 對我來說 可能被人感受到這件事 觀察到一些日常 不是很見到的東西 我就覺得這就是Go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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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